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在右边上是我们律所的杨谦律师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我们想讨论一下L1A跨国公司经理和EB1C绿卡申请这方面的问题 L1A是跨国公司经理的签证,是一种工作签证,EB1C是对应的绿卡的类别 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最近我们看到新的类别的EB5投资移民还是相当热门的,有很多人感兴趣 这个需要投资80万美元,然后另外拿到的是条件绿卡,过后还要去除条件 那当然了,对于一些申请人显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申请办理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申请人,尤其是自己或者父母现在人在中国的 他们可能办L1和EB1C更适合 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注意事项等等是什么?请杨律师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蔡律师 那么首先我想谈一下跟EB5投资移民相比 L1和EB1C有什么样的优势 首先L1和EB1C资金是在你自己的掌控之下 那么你投资这个公司以后,公司的运营都由你自己来进行 对自己的资金是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控制 那么EB5的话,一般就是你把资金投给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区域中心 你对资金的怎么使用,如何规划 你就没有发言权了 如果遇到一些资质不是那么好的区域中心 那么这个投资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就是L1和EB1C大概的一个流程 像L1它是跨国公司经理人 那么首先就要有两家公司 对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那么就是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 另外还有一家在美国的公司 这两家公司那么需要有一定的关系 比方说可以是子母公司 美国公司是中国公司的子公司 或者反之 也可以是关联公司 那么关联公司的定义就是 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由同一个人或同样的一群人拥有 如果是多个人拥有的话 那么他们在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持股的比例是需要相似的 不能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公司的关系以后 那么就可以将在中国公司担任高管的管理人员 那么派驻到美国来管理和经营美国公司 一般来说L1第一次申请 美国公司不需要已经经营起来 可以是一个初创的公司 刚刚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就可以 那么需要在美国公司的账户上有一定的启动资金 比方说20万美元以上 然后要有一个详细的商业计划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办理这个L1的申请 一般来说L1申请初次移民局给一年的期限 那么申请人来了美国以后就开始经营这家公司 在这一年里面将美国公司经营起来 比方说做到营业额有三四十万美元 雇员有六到七个 那么就可以办理延期 继续经营扩大公司 那么如果公司的规模 比如说经营营业额扩大到一百万美元 雇员人数达到十人 那么一般来说可以办理EB1C绿卡 好的 谢谢杨律师的介绍 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也曾经为若干的客户取得了 向前面陈述的这类的申请的批准 跨国公司经理的签证 以及这样的绿卡申请的批准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 我们看到的是 根据美国移民局公布的数字 出生在印度的申请人 取得的跨国公司经理签证和绿卡的批准 数量比中国的要多很多 那么中国的过去只是印度的一个零头 那么中国人办投资移民的数量很多 说明他有财力这方面没有问题 但是在经营方面 可能很多人有顾虑 不愿意在美国经营或者担心各方面 很多中国人从各种原因 在上面可能认为说 印度人不如他们在中国搞实业搞得强 但是从数据上来表明 那么印度人申请跨国公司经理签证 和绿卡数量到现在比中国还要多很多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 对中国申请人这也是一个可以追上的机会 那我们大家知道 很多人当然都希望给自己和家人尽快的拿到绿卡 那么怎么实现这一点 L1AEB1C可以是一个对于符合条件的人的很好的选项 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会问到 那我如果办这个L1或者EB1C 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带上我的配偶 或者我在美国读书的孩子怎么实现呢 以及如果我自己英语不太好 学历不高 那我还能办这类申请吗 L1签证其实对这个申请人的学历和他的英语水平并没有任何要求 他唯一要求的是这个申请人在过去三年里 有至少一年连续担任中国公司的高管职位 满足这个要求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蔡律师刚才提到的申请人的配偶和孩子 那么这也是L1签证的好处之一 那么L1签证持有人的孩子和配偶可以拿LR签证 比方说配偶可以在美国工作 那个孩子可以在美国就读公立学校 那么申请人的配偶的这个工作 可以是在申请人的公司 也可以算作雇员之一 好的谢谢介绍 那我们知道呢 尤其是今年H1B工作签证抽签 我们看到中签率相当的低 另外呢也有一些人担心1B2 1B3类别 可能说申请的人数多 排期会比较长 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好多中国的留学生啊 在美国毕业以后 如果说家里有条件的 我们看到呢不止一个人考虑 说办理1B5投资移民 那像刚才杨律师介绍的呢 也有可能能够考虑L1跨国公司经理 这方面的签证和1B1C绿卡 那么刚才你提到呢 就是说这个要高管 那如果说我在美国担任高管 什么叫高管呢 是我坐的位置高 然后这个到底这个公司 要有什么样的员工啊 要有多少 这方面怎么样就能够符合移民局 对于所谓executive 高管的定义要求呢 好的那么高管的定义就是说 你是在公司里面做决策 以及管理其他人员的那个人 而不是从事日常工作 比方说安排会议啊 跟客户见面讨论产品 这样的工作 你是管理手下的人员 比方说你是公司的CEO 那么你手下有三个部门 你就管理三个部门的主管 安排他们的工作 一个指导他们如何运营公司 为公司的就是发展做决策 做一些公司policy方面的确定 即利用自己的人脉发展这个公司的客户 这样的工作 这是满足所谓高管的要求的 好的谢谢介绍 那么就是说重点 就是说管人的 不是做具体的事情的 自己不做就要别人去做 像这样 刚才提到就是说 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个母公司 美国有一个子公司 那我说我在中国有一个公司 那我这个公司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啊 比如说要提供什么样的财务文件啊 这个公司要有多少人啊 大概才符合要求呢 在中国有公司 这个比方说有中国的这个营业执照啊 作为一个或者工商注册的这个证据啊 另外在公司担任高管啊 不是说申请人说我是高管就可以的 那么一般来说需要提供申请人 在中国公司担任高管的具体证据 比方说他签署的公司的合同 公司的人事任免的这个决定 还有公司比方说放假通知啊 决定五一放几天假 这也是高管的职责所在 那这都可以作为证明啊 那么另外中国公司还需要提供财务文件 比方说报税的那个报税单 或者那个audited financial document 就是经过会计师事务所报税的税单 或者是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 这个财务报表 去来证明这个中国公司的资质 那么什么样的公司符合要求呢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移民局的这个要求是 它不是一个定量的一个要求 移民法里面并没有定量说 一定要有多少营业额 有多少雇员 那么就满足这个 IYA申请的这个外国母公司的条件 那么比方说我们最近 为一位来自上海的 做市场推广方面工作的公司 获得了IYA签证的批准 那么这家公司有六个雇员 年额是200多万 这个申请也获得了批准 当然公司的规模越大 雇员人数越多 对于批准是有利的 好的谢谢介绍 那么毕竟呢 说我要投资在美国 比如说建一个子公司 然后运营要雇人 这还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对吧 那么这方面呢 如果说有的申请人说 我有更多的问题 那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想了解自己是否符合要求 怎么样开始 怎么样收集材料 那么如果他们有这样的问题 那应该怎么样来联系 我们新闻名律所取得答案呢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或者希望得到L1 EB1C这方面 签证和绿卡方面的咨询 可以联系我们 给我们发email 会给您做详细的解答 好的 我们这里就讲的是 L1和EB1C的申请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